其實音響界有很多專有的名詞 這些專有名詞看起來都很古怪 聽起來更加不知會說些什麼 以下我會做一介紹一些專有名詞的解釋給大家 等大家在選購音響的時候不用被人拋棄 其實單元就是很簡單 只是一個喇叭而已 順太其實是音響界一個專有的名詞 順太其實是一個音樂的速度 音樂的速度通常形容一個中高音 尤其是有人說順太快 順太快 順太快 即是人聲或者高音是特別Sharp 音響其實就好像聽大型管弦樂 在一個很廣闊的地方聽歌 你會聽到一個很開揚的聲場 也有聽過人說音響澤 音響澤的意思很大機會就是 聽著好像只有人聲 沒有什麼樂器的聲音那種的風格 就叫做音響澤 經常聽到別人說磊讀 磊讀其實就是解釋女生聲特別好聽 一些中高音特別優秀的耳機 就會出到鋁聲特別好聽 例如一些動鐵式的耳機 就是磊讀的耳機 不過當然動圈都有磊讀 不過就比較少一些 如果是有問題的話 就像是磊讀的一位 一個小型的聲音 就像是磊讀的那個 那一位小型的聲音 就是磊讀的 有關的聲音